闯关开锁找宝宝 最后哪个动物找到了自己宝宝呢 五种动物闯关 中间是闯关障碍 笼子里是动物宝宝 大象 大象第一个闯关 它拿着本色钥匙出发 大象悠哉悠哉穿过大石桥 接着轻松跳跃过蹦床 爬上斜坡来到笼子跟前 大象开锁失败 被锤子击飞 恐龙 恐龙第二个闯关 它拿着红色钥匙出发 也是悠哉悠哉穿过大石桥 接着轻松跳跃过蹦床 爬上斜坡来到笼子跟前 恐龙开锁成功 找到恐龙宝宝 梅花鹿 梅花鹿第三个闯关 它拿着绿色钥匙出发 梅花鹿快速通过石桥 接着轻松跳跃过蹦床 爬上斜坡来到笼子跟前 梅花鹿开锁失败 被拳套击飞 老虎 老虎第四个闯关 它拿着黄色钥匙出发 老虎快速通过石桥 老虎快速通过石桥 接着轻松跳跃过蹦床 跑上斜坡来到笼子跟前 老虎开锁失败 被锤子击倒 河马 河马 河马第五个闯关 他拿着蓝色钥匙出发 河马头顶通过石桥 接着轻松跳跃过蹦床 跑上斜坡来到笼子跟前 河马开锁成功 找到自己的宝宝 �贿rod 鸅 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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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尔 尔 点 尔